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情况下 一次普通的感冒合作都有可能发展成肺炎肺结核最终夺走人的生命 换句话说 艾滋病本身并不致命 但它就是其他疾病的最佳帮凶 更可怕的是 除了刚感染HIV病毒时 患者可能出现一些急性症状 此后患者体内的HIV病毒最常可以有长达十多年的潜伏期 也就是说 在感染后的几年内 患者可能都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然后突然从某一天开始 经常将感冒发烧 胸痛腹界 皮肤溃赖 最终等着患者的往往就是各种恶性肿瘤 所以艾滋病也被称为超级癌症 那么 这种可怕的疾病究竟从何而来呢 事实上 在1981年 人类才首次有了关于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当时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现纽约的八名洛杉矶的五名男性同性恋者 分别得了两种很诡异的病 卡波西肉瘤和肺包子菌肺炎 之所以说诡异 是因为卡波西肉瘤一般只出现在老年人身上 而肺包子菌肺炎的患者 一般都是免疫系统有问题的早产儿 但这13名男子明明都是轻壮年 美国的疾病专家们也被搞猛了 专家们最初的思路是 这些病肯定和同性恋性行为有关 为了避免造成社会恐慌 他们决定秘密调查同性恋者试图找到一些规律 但他们的调查进度远远跟不上病情扩散的速度 短短一年时间 美国就有30多个州报到了800多例类似的病例 眼瞅着 纸已经抱不住火了 美国疾控中心只好向老百姓公布了新型疾病的存在 并将它命名为AIDS 从众多病例中 疾病专家们发现 除了同性恋者 此生活混乱者 注册吸毒者 接受不明书写者 患病母亲缠下的婴儿 也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至此 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就被勾勒出来了 性传播 血液传播 母婴传播 即使 人类已经摸清了艾滋病的传播方式 但它最终还是大面积地传播开了 而且扩散速度一年比一年快 到了1988年 全球共有150多个国家或地区 报告了20多万例病例 对抗艾滋病 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 为了向人们宣传科普 艾滋病的危害和预防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日 定为了世界艾滋病日 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又发出了悬赏令 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艾滋病的源头 结果在非洲的扎伊尔 也就是现在的刚果 一名血液化演员发现了一瓶1959年的陈年血样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做了个分析 Bingo 血样里竟然真的有HIV病毒 从此 艾滋病溯源的重心 从美国转移到了非洲 又过了整整十年 研究证员终于在非洲的一只黑猩猩身上 发现了一种和HIV非常类似的病毒 SIV 于是 科学家们终于确认 艾滋病是由 非洲黑猩猩传给人类的 非洲自然条件有限 食物不足 很多部落都曾有猎杀 食用黑猩猩的习俗 科学家们推测 可能是 猎手在狩猎时 和黑猩猩肉搏 双双受伤流血 导致艾滋病毒 通过血液传到了人体内 之后 艾滋病毒又出现了变异 HIV就此诞生 说完了艾滋病的源头 再来说出现状 截止2018年底 全球感染HIV病毒的患者数量 已经超过了3800万人 那么这么多的患者 就只能闭着眼睛等死吗 当然不是了 事实上 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进步 艾滋病早已不再像当年那么可怕 艾滋等于绝症的说法 已经过时了 1991年 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 发明了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 大家应该都见过 好几盅酒混在一起 看上去五彩缤纷 鸡尾酒疗法也是一个道理 用好几种抗病毒药物 联合对抗 HIV病毒 这样就可以避免病毒 对单一药物产生抗药性 这些抗病毒药物 并不能彻底清除 HIV病毒 只能最大程度上 抑制病毒的复制 让病情不再继续变糟 换句话说 现阶段艾滋病 确实无法被彻底治愈 但起码 它已经可控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 某知名NBA球星 于1991年被确诊 感染了HIV病毒 并因此退役 如今30年过去了 它依旧生龙活虎 神采异役 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是篮球巨星 所以有钱吃药 可以接受最好的治疗 确实 最初治疗艾滋的药物很贵 每个月需要1万多元 但早在2009年 中国就研发出了 国产抗艾滋药 每月仅需不到500元 如今 我国更是早就实现了 鸡尾酒疗法的用药治疗费用全免 刚染上HIV病毒的年轻患者 只要坚持服药 科学治疗 期望寿命可以达到77岁 已经和正常人 没有太大区别了 现在社会各界 也经常有像 红丝带行动之类 关怀艾滋病人的活动 在科学的宣传引导下 艾滋病患者和普通人的 恐爱情绪 也在逐渐消除 艾滋病的病源 病理 治疗手段都有了比较清晰的方向 如今医学界已经有信心 消灭艾滋病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